随机空岛生存 开局先把最珍贵的泥土挖掉 向外延伸让草地逐渐同化 木板能合成原木同样也要连锁带走 能不能实现木头自由就看掉落的树苗 先放在角落让它自由生长 那么下一步就是等待第一次刷新 炼药锅前期没啥用挖两个就行 取出奖励箱内的冰块和岩浆放在一旁 等待浮冰融化就能生成一个天然刷时机 分解木板合成原木 再来合成一把熔炉 先制作一把新手木稿度过前期 没等两分半就成功刷出石头 先连锁一点扩大平台 同样也把刷新区域包围起来 方块刷新竟然出了面包 分解成干草块前期性价比最高的美食 刷新区域下方同样也包裹住 这样就不用担心以后会掉下去 转身就发现工作台长大了 直接一键连锁收入囊中 我抄连个铁都没有怎么挖 还是继续挖石头扩充平台 在这放上三个梯子就能随意进出 开局两分半是时候拥有自己的树场了 刷时机也更换一个位置 现在两股之间就会源源不断刷新 岩浆上方放两个半砖方块就不会被吞噬 把泥土全部挖了准备扩建树场 这时突然刷新方块 锻造台不懂就问这玩意有啥用 挖上一个够用就行 每隔两个就放上一个泥土加上树苗 生长空间绝对够用 项目刚好用来做一下木栅栏 一键连锁直接带走 两边放上木栅栏防止不小心跌落 宽度就暂时这么大 以后往里面加深 从熔炉制作工作台烧制原木 得到的火把就能合成木炭照亮周围 我抄这么亮竟然刷新了小江 赶紧从工作台中合成一把石剑 三下爆空就成功将其击败 以防万一还是将周围全部都插上木炭 现在安全感十分充足 青筋石附膜必备 一稿子下去竟然升了5个2.5级 随着物品越来越多 用磨制安山岩做一个仓库 24个箱子应该够用了 铁针如果我装备了拆解台模组 那这一波将会实现铁矿自由 还有石砖可吸数量太少也没啥用 现在就用我练习两年半的身法 来拿走隔壁砂锅上的黑钥匙 刷出的TNT以后可以用来炸残骸 传送门就建立在这个位置 取出岩浆胶镶筑在上方 周围放上木板最有几率引燃 变换时间已经到达直接刷出铁矿 81个一组半已经够用 铁钩同样袭来的还有激活的传送门 进来发现这出生点真的拉昆 一不小心掉进了岩浆湖 刚好咬一桶当做燃料 感觉刷完剩下的铁矿 绰绰有余 一把铁键用来防身 这把小石键就可以goodbye了 还是这样浇灌得到原神更快一点 那我刷石头想必各位都知道我要干啥了 现在是下雨天 刚好来收集一波雨水 满了就能做无限水 往外延伸几格扩建一下平台 这个位置就是天然的刷怪塔 突然想到我还没放 刚一上线就刷出了 不过现在资源匮乏还是要带走 两天半不见工作台都长大了 一旁还刷新了流浪拴绳 现在身无分纹根本买不起 不好 他竟然触发了我的第二人格 今天的任务就是刷怪塔 为此我准备了半杯包的石头 失败是成功他母 所以建造的位置还是昨天的老地方 这次可别忘了放熔炉 人的承受伤害能力为23格 没用两分半就成功搭建好 然后向外延伸7格 两边保护起来 放上一桶和废水 能流向最后部就足够 剩下三面皆是如此 最终得到这个场景 现在城墙额外加高一层 四个角落连接起来 每个水流的上面都要放上火板门 这样也是为了触发怪物自动巡路功能 可以看出效果还是非常不错 刚下来就有数十只小怪刷新 可以说空岛发展又进步了一大截 现在木头资源挺多 那么是时候考虑扩充空岛了 拦路的银石直接一轴机带走 转身发现又刷新了西式珍宝 拿上一个就行没啥用 又要拿出我练习两年半的跑搭 殊不知对我来说这有手就行 红石搭配灯会发生什么 古代早先年路灯 可这个形状实在是太丑了 所以做成地灯刚刚合适 工作台加原木合成木栅栏 将原木区域全部包裹起来 这片地方我打算做一个人工村庄 又刷出了泥土果断连锁带走 刷怪龙下方还有苹果 那农业也是时候提上日程了 不过在此之前咱们需要大量原神 不多不少两组半就足够 我超转身竟发现了最没用的矿物煤炭 为了体现我高超的技术 所以我把装备换上了最拉昆的煤炭套装 原神分解半神铺路 农田的位置就让在树场侧边 一桶岩浆可以浇灌4乘4的空间 所以在中心位置 不慌泥土还足够 仅有的两个苹果就暂时种在上面 今日目标只差仓库暂没装修 铁定做把剪刀剪些树叶 树叶就当作屋顶 但不知为啥与刚剪下来的颜色不同 箱子里还有27沙子 放到工作台烧制玻璃 你是不是以为现在玻璃有缝很丑 只需要一个运镜就变得与众不同 现在看上去是不是非常美观 额外放上几个木桶装物空间又变大了 门口的这些工具方块也要换个位置 牛逼 谁能告诉我为啥又刷了钻石 仓库位置就选择放在工具方块旁边 现在用处大的方块好像已经不缺 刚上线就刷出了 刷石机下面的熔炉里还有骨粉 从背包里全部分解为骨头 现在就能对苹果拔苗助长 催熟收获重新种植 距离塞满整个小园指日可待 这边居然刷新了绿宝石 与村民交易的资金成功凑齐 想扩大空岛就要用到泥土和木头 而木头需要种植才能得到 那扩大树场是必不可少的 先放上原木防止不小心跌落 天助我也居然又刷新了火药 带上仓库上次收获到的 再用切割机合成一点按钮 现在就去下届获得泥土 放上按钮引人直接爆炸 运气够好还能收获到铜矿 这是MC里第二拉昆的矿物 可算找到了沙利 可有男神GG棒子看守 永远没看见根本丝毫不慌 二沙利加两泥土能合成四沙土 理论上拥有两个能无限滚雪球 收集不用太多两组半就足够 这还有珠珠侠一块将其带走 精力可以合成金钉也不能放过 地下15层遇到铜的几率还蛮大的 基本随便挖两下就能随处可见 花费30个月得到13个铜矿 也就是说获得了两个半的合金钉 直接放到工作台中烧制一下 从树场中先挖掘两块泥土 接下来合成四块沙土 用锄头挖一下 挖掉以后原汁原味的泥土就出炉了 接下来利用滚雪球能力 随随便便都能搞上无限的泥土 泥土充足那就要来填满第二处农田 此处我打算种植香蕉banana 可惜现在并没有种子 此想法暂时磕浅 2.5块的合金足够做两个合金装了 可惜没有附磨装不能附磨 那就在此处等待刷新 1.2.3.4.5 小黑子竟然跑了出来 等等这是什么 我操 牛逼 Let's go 第三期就来到了莫的 先利用落地水回到地面 虽然到达 但是能不能击败还是未知数 现在莫营水晶已经破坏三处 那么第四处也要手握槽 看我落地 Sorry手速慢了 传送门已经被替换为其他道具 我宣布第一次屠龙失败 年夜球也可以带走 后期可以做上一些红石机器 不知为啥我这个刷怪塔的僵尸村民这么少 建好两天半 貌似一只都没发现 时间更替书架如约而至 终于可以建造附磨台升级装备 我看仓库的顶楼就很不错 现在就让我看看第一次附磨是什么 只有一个效率四比较一般 重新做把稿子继续附磨 卧槽石运三 现在就看货槽 这半集神稿就要诞生了 取出箱子内的合金钉 直接让它变成最强的下界合金稿 但是钻石剑的属性就比较一般了 光力三抢夺二 先凑合用 刚一上线就刷出了 流浪商人再次光顾空岛 拿上绿宝石与其交易 竟有白色橡木苗 空岛树木又多了一种 真是良心商人买树苗还送栓绳 突然发现我的苹果成熟了许多 再次种植期待早日实现自由 今日目标为空岛引进原住民 所以眼前的僵尸村民非常重要 先将刷怪塔堵上 以免误伤 把脚下的熔炉先挖掉 一身入局将其引诱出来 殊不知下方早已有航空母舰等待 开船带它滑向一个安全位置 这里就非常不错 做完别忘开放刷怪塔 以免没怪可刷 来上一把钻石铲 随便附一下磨 OK 耐久三效率四 接下来继续刷取泥土 附磨以后的剪刀剪土果然够快 这么多没花费两秒半就全部铲除 好消息刷怪塔 再次刷新僵尸村民 赶紧再次将通道堵上 不是我都堵上怎么又刷了一只 我敲鬼掠夺者居然把我的村民毙了 那你直接给我睡觉吧 好的第二只僵尸村民已经出笼 还挺智能自己越过 过槽牛逼 等待两分半又刷新一只 这次准备充足应该就不会出现意外 很好现在万事俱备只差女巫 我抄这就来了 真是天助我也 但是这女巫一直丢中毒药水就很烦 说好的满血必丢虚弱呢 这位更是离谱 竟然一直对僵尸丢中毒 我在怀疑刚一女巫还没学会虚弱药水 卧槽太阳升起 昨天的生物居然被刷新了 看来空岛想要原住民并不是一件意识 女巫不会虚弱那就搞人造村民 在远在千里之外的下界堡垒里 有一物叫做下界油 搭配发酵蜘蛛罗火药同样可做虚弱药水 寻找途中偶遇一座猪灵塔 箱子内还有些基础物资 在X和Z值为单数的地方必有个黄金块 穿戴灵魂极型装备真是非一般的感觉 花了俩小时半可算找到了堡垒 抢夺2的煤炭剑随便打只小伙人都能出奖励棒 奢励一把直接刻上黄金斧斗属性直接大幅度更强 终于找到本次旅途目标下界油 下面的黄金也要全部带走 就先随意找个地方种植 毕竟以后还要搞下装修 附近的钻石先遮盖一下 因为下界油在黑暗的地方长得最快 可麻烦也随之而来 此处夜晚能见度很低 所以也是怪物昌盛之时 下界出生点就有小蘑菇 蜂蜜块加上瓶子就能合成蜂蜜瓶 蜂蜜瓶可以分解成糖 这都是做发酵蜘蛛眼的必备材料 没想到菜地又来了流浪拴绳 还售卖我缺少的甘蔗 不得不说此处真是一块风水宝地 思考两年半甘蔗田 就坐在仓库后面 中间用元神堵上 以免不小心跌落 放上岩浆就能开始种植 其余先扩建这么大够用就行 我超空岛居然刷新掠夺者 真是有够稀奇的 解决完小队长还获得一个胸罩Buff 带上两个下界油 现在就来炼药 放上烈焰粉水瓶和下界油 开始第一轮融合 第二轮放上发酵蜘蛛眼 然后加上火药 那么香喷喷的虚弱药水就制作完成 出门还发现刷新了信标 果然运气好了挡都挡不住 仓库木头还足够 那就做个二级信标 Buff就选择跟我同样快的速度 十几秒的速度 够我奖励18次 然后请教各位老玩家的问题 在空岛梅草块 如何将泥土感染呢 第一位村民已经就位 第二位随之出现 那我宣布你们的任务 就是一直给我升 不然就让你们尝试被奖励的滋味 刚一上线就刷出了 金色传说 快看空岛第一位动物出事了 靠近村民别墅才发现 两分半不见 居然多了两只熊孩子 准确地说应是两只半 讲台与书架就能合成半砖 放到角落 并将原有的职业方块拆解 那么村民就会有新的职业 一块绿宝石十六支箭 感觉还挺划算 现在唯一的遗憾就是没有草块 1 2 3 4 5 6 好奇到底是不能加 还是我的运气太差 我超墨地怎么又来了 Let's go 先将母暴龙的恢复战破坏 这次准备充足 想必嘎龙腰子轻而易举 就连黄金土豆 我都带了三个2.5个 让赶快攻击下腹 小小母暴龙都没充得过我的2.5秒撞击 转身发生一声爆炸 就化为经验值 原来小小母暴龙竟然是昆昆所化 那么最后这颗鸡蛋也别忘带走 毕竟见证了历史 没看套已经破烂不堪 物资充足 那就重新制作一套 经验也挺多 那就搞下护膜 吃一颗胡萝卜提升运气 保护四的青丝 保护2.5的青色高跟 保护三的JK 保护四的粉红少女帽 附魔完毕 直接穿戴其身 这个坑蛋就放在一边装饰 两分半不见熊孩子居然都长大了 我抄这位良商 居然自带经验丢失 经验这么多必须换上十几本丢失一下 那么现在真正意义上的神岗才终于诞生 剩下的盔甲也全部附上经验丢失 没办法有的就是这个实力 突然想到我的超级无敌霸王龙宇宙战士弓 还没附魔 陪我争着 我超神弓诞生了 再来一把废弓 看看能不能 牛逼 二者和二维三神弓已经大成 那么成圣追击神剑也安排一下吧 将最后一块合金钉装到煤炭剑上 甘蔗也长大了许多 根本不敢想象甘蔗种满百里的模样 这小墨地怎么又来了 突然想到翘齿还没搞到 所以再次进入探索一下 可惜这个只有墨地城 没有船舱 临走前带点小浦阿葵爱的小玩具 没走两步远就又发现第二座墨地城 不过这特喵的也没有墨的船舱 只能继续向前方探索 第三个墨地城 我抄这个也没有墨地船 那就只能将稀有的木桶带走了 下来的时候不小心跌落至悬崖 那我宣布第一次寻找翘翅失败 将时间改为一秒 看看到底能不能刷草块 感觉有时候运气就挺飘忽迷离的 想要的时候不出 不想要的时候一直出现 农场又来了流浪拴绳 与其交易才发现有白色泥土 也不知道这个玩意能不能刷新些小动物 打开设置才发现可以重置空岛 那么小草块重新出现了 赶紧用斧子挖掘一些 扑在农场东面等待动物刷新 我抄空岛第一位客人竟然是昆昆同学 不是我就拿个拴绳的功夫 怎么就剩下一只 不会是想不开跳下去了吧 将仅有的一个昆昆带入村民家看守 希望它不会遭到村民们的奖励 空岛第二个种族二哈也随之出现 使用骨头将它们全部驯服 这下空岛终于不再是咱们孤身一人 刚一上线就刷出了 没想到空岛又来了流浪拴绳 售卖的东西刚好是我需要的 有了滴水石锥就能做无限 我超商人留下两根拴绳就去了极乐世界 仓库堆积的矿物非常之多 更别说烧制以及燃料和放置的时间 简单挖上几块石头做上几个熔炉 放上两个箱子当储备点 后面放上炼药锅当流水线 在每块流水线上放个正对工作台 工作台后面也要来上一条流水线 接着上面也要一条 差不多这样就足够 在每条流水线放上动力铁轨 普通铁轨也行 只是速度没这块 需要的时候不来 刚做完就刷新 这是什么运气 旁边放上辅助方块与其连接起来 准备两辆矿车拉下拉杆就能起航 矿物充足唯一缺少的就是燃料 无线鸡汤鸡准备放在高速熔炉后面 先扩建出一个小平台出来 接着放上十个熔炉 隔一隔放个方块 接着放上滴水石锥 另外九个皆是如此 在顶部放上水激活石锥即可 底部看到有洪水出现就大功告成了 一个放箱子 一个放燃料启动就行 可以看到燃烧效果是真的快 可算是度过了首路时代 为了防止刷新的小动物掉落 所以这边的草区域决定加强一波栅栏 眼前这个箱子就是代办事项 首先先从地油开始做吧 以目前的灵魂纱 肯定不够 在下界的任意角落均可发现 出生点的位置还挺高 想去任意地方都得寻山傍水 路上还有小美女恶魂 太可爱了 奖励一件 出生点附近竟然有条猪灵塔 都快完结了我才发现 塔内的火把可以带走点装饰 逐渐先将周围的猪灵心理 周围的岩浆怪还挺烦人 主要还是体积太小不好攻击 又到了我最爱的开箱时刻 我超竟然两块下界和军定 那这铁块就显得毫无意义了 可总算找到了灵魂纱 不用太多半个两组半就足够 挖完就不小心掉到鸡汤里 我只能说这波可能是网卡了 回来先把钻石高跟搞成煤炭根 同样钻石小粉盔也不能放过 全套煤炭套只差JK和青丝 种植下界游的地方不用太大 4乘4跟农田一样大即可 现在就能直接种植 都打完母豹龙没想到又来了传送门 突然想到箱子还有个仙人掌 那就再来做个刷仙人掌机吧 过程你们都不爱看我就跳过了 这过程跟下饺子一样太离谱了 那最后也别忘了做个收集装置 以免方块太多导致老年坤被卡爆炸 四周的墙壁也别忘了放上方块 因为掉落物很有可能会弹到外面 放完最后一个就代表刷仙人掌机大功告成了 箱子内的存货肉眼可见在增长 那么现在只差菠萝农田没有完成 大小同样是一个4乘4的标准农田 仅有一块菠萝就先种植其中 搭高查看游玩5天8小时存档 突然感觉什么都没做就要完结了 装备只差两个合金 而生物昨天刷新了昆昆和狗狗 今天一天竟没别的生物 这到底是遇到特色还是运气问题 那么敬请收看下期刚一上线就刷出了 刚一上线就刷新了 我超竟然刷新煤炭快了 为了体验我超高的坤树 所以我穿戴了最拉坤的煤炭套 话说本存档传送门几率刷新真的高 几乎每天都会刷新个2.5次 再次利用泥土大法刷新沙粒 四组石头够用就行 继续来扩大草平原 这座空岛除了一只昆昆 貌似就没别的人了 方圆增大128格就不信没有别的生物 左边农田依旧在茁壮成长 可惜咱不缺食物 刷新的面包分解干草快足以我吃两年半 那么也是时候做个完结篇了 不过在此之前我要做点证明的建筑 在制建台中放入黄金切割成楼梯状 那第一步改造的就是信标 重新选址放在村民别墅西侧 搭建原木向外扩大平台 先把信标底做做出 不用太好 二级就已足够 先放上信标激活 再用原木将周围填满 钻石上方放上绿宝石块 四个正中心放上绿宝石楼梯 往后一格放上柱子搭高三层 柱子上方每个放上个绿宝石块 方块旁边放上晴天柱 接着再来一层绿宝石块 同样再放四根柱子 四个角落放上下半砖楼梯 上面同样的步骤只是方向不同 在每个下半砖楼梯放上绿宝石块 放一个向外的楼梯 取出黄金分解青色染料 青色与红色就能合成紫色 先来合成一个紫色玻璃 放在信标能量的位置 那么黄金之手就大功告成了 可以看出颜值还是非常不错的 流浪拴绳再次来袭 可可斗树苗鱼桶都是我妹拥有的 手里还有两枚昆蛋就直接扔了 很好小鸡出事终于可以繁殖了 不过大鸡与自己的蛋出生的小鸡繁殖 这叫什么 不管了直接对准小鸡一波拔苗助长 那么下面你们就可以繁殖了 深色橡木苗也安排上空岛又解锁一种木头 木头再用不了这么多 所以树场先拆解一半 这片区域就让我做个鱼塘吧 上面就用玻璃封顶 随时可以观察底部动静 虽然还有好多机器没做 但是玩着实在是太过于无聊 所以不得匆匆完结 虽然我退出了 但是依然有人替我前行 那么各位新系列马上就要启程 你准备好了吗